在今天尽管时间有限 我们没有办法让您能够把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感悟都和我们的年轻人分享 但是我想今天您说的这些 会给我们很多的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其实这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祖国在不断的前进 和迈向世界强国行列的时代 两个一本年 你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 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奋斗啊希望的 但是您刚才那句话给他们提了个醒 就是难道这就是我们今天 可以一周只工作五天 一天只工作七个小时的理由了吗 我相信你们还没到享受的时候 真的怎么才能赶上别人 我们不是说没有差距 你们还要继续努力 对 我就觉得科学家就很多观众啊 后来给您写这个小纸条问题 都说颠覆了科学家三个字 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 原来老觉得科学家都特别 白发苍苍 特别不是白发苍苍的这一方面 就科学家的性格都是特别高冷 您知道高冷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很清楚 高傲冷酷 就这种感觉就是很难接近 您跟您的同事平时在一块 也是会说说笑笑 我们是一个奋斗的团队 也是一个快乐的团队 也是一个快乐团队 他们还会跳小苹果 看来您的网络生活确实还是比较单调 小苹果已经大概是六年前的 五年前六年前的产品了 我们确实有差距 品味中国敬酒感悟中国智慧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 倡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奖了 观众问了好多问题 我挑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请问您作为空井2000的总设计师 您有没有给他私底下另外起一个独特一点的名字 比如前不久我们做的那个唐长红先生的那期开奖 他是设计的运20 叫胖妞 胖妞 您这个空井2000 您自己有没有给他起小名 起好像我们还发动了我们预警机的年轻人 给我们的预警机起起名字 这样就跟上形式 像我们一起就不太好起 然后呢好像也没有完全统一 比较难 所以我没有 叫昆鹏吧 昆鹏是人家运输机站了 叫萧农嘛 人家也有 你们老抽人家的名字 所以我们理工男不行 我们同事说 叫背锅侠 背锅侠 就从他这个问题得到启发 他给您的这个写了一首诗 叫不带枪 不带炮 背个铁锅满天跑 他就说 射人先射马 勤贼先勤王 预警机这么厉害 但是在空中 他好像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他如果没有反击能力 万一升空以后 对方先打你 你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挺有意思 这个问题好 是吧 我们现在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是这样 因为呢 预警指挥机 他是样子空中司令部 对 就跟地面司令部是一样的 你问的问题呢 也可以问成地面司令部 会不会给人家打掉 对吧 在体系性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 我们确实研究对手 会怎么来攻击我们 攻防嘛 毛和凳 攻和防 永远是一对矛盾 我们要永远做下去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 我做最好的预警机 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要做最好的预警机体系 下面我把时间交给青年代表 来 哪位先来 陆金老师您好 小萨哥您好 我叫张明浩 是一名记者 刚才呢 您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 提到过很多次您的老师 就是我们 中国预警机之父 王小摩院士 我很荣幸 今年上半年也采访过王院士 当时问过王院士 一个问题 就是 他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他说他喜欢 有灵气的学生 喜欢有天马行空的想法的学生 最不喜欢的是教条死板的人 当时2001年底 他选中38岁的您 作为空井2000的总设计师 是因为您也天马行空吗 王院士确实是在选人上面有他一套 又善于培养年轻人 然后我现在也在回想 为什么会被王院士选上 因为那时候呢 我在科大都输的 因为我们导师每天 基本上给我们教育呢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牛 idea 每个月你必须做一次报告 然后呢 这样之后呢 就是他把 就是他觉得我在那 那批人里面 就是点子比较多 第二不怕 不怕事 反正来了之后 交给一个印象任务 完成的还比较快 那么现在来看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座的这批年轻同志们机遇特别好 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中国的机遇特别好 然后我们你看我们发展到这样的 这个我们也要走出国门了 我经常跟同志们说我们要去建设美好世界的 不仅仅建设美好中国也有美好世界 当然美好中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美好世界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建设出来才叫美好中国美好世界 所以机遇是非常多的 你要大胆的干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你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的事情 我现在跟我的同类就说呢 你做一流也是做 做三流也是做 你为什么不做一流 其实明那句话说的年轻人应该很受体化 其实今天中国的机遇真的远比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要多 中国要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要弥补的空白的领域 太多了 你们的真是大有用武之地 大家现在看到的陆军老师滔滔不绝的 而且非常的感觉很活跃 其实他的老师王小摩院士 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性格的一位老师 我们还开玩笑的问他 说那个如果当时他18岁的时候 去了看中他的北方昆曲院 那估计现在艺术界就多了一位名角了 然后王院士18岁的时候被北方昆曲院看中 是他演昆曲演得很好的 小摩哥你可能不知道 在十年前06年王院士出了车祸 腿部骨折就在治病这段期间 他还要在病床上拉起二胡 美美地唱上一段 不仅仅还知道我们做预警机 他有一句名言就是他觉得人生有低谷 但是他的心情从来没有低谷 最后一个问题 不知道咱们接下来预警机领域 下一个接班人 38岁的总设计师 有没有在您的心目当中诞生 早就有了 这个CCTV创新人物的时候 上来的时候 人家说王院士你是预警机之父 那我是预警机之子 多难听啊 我变成预警机的儿子了 对吧 所以最近一阵子我们发现 王院士就是我们的吃一棵大树 在那 然后我们是三代人 很快我相信第四代也会有 那么我一直在说 为什么我说 大家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对我们国家今后的军事发展 十三五开始 需求原来又明确了 这个需求就是我们想打体系战 刚才有个同学讲的很好 预警机叫体系战 不是靠一架预警机 是靠一个作战体系的 我们上升到体系的需求 战略层次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舞台 这么大个舞台 我们在座的年轻同志们 这个舞台大得很 然后呢 我实际上今天我来的那些同学 站起来一下 就是我们的第三代 这是您的同事 同事 第三代 第三代 第四代站起来 第三代 很年轻 好漂亮 二十多 我们上面也有一个 这上面这也是 李正华 刚刚陆总的演讲中呢 也提到我们团队 711的这种工作状态 所以就很多人都会觉得 他是一个工作狂 我最开始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有一天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 有一天呢 就晚餐时间上 我们在餐厅排队 然后陆总就刚刚好 他就排在我的前面 我就不小心 就看到了 他手机上 什么不小心 你已经 估计了 就窥视到了 他的手机 对 就非常就 无意间看到 他手机上 那个很长 但是又 非常非常非常 温馨的一个倪称 从那个倪称来判断呢 当时陆总那个电话 是打给他的爱人 邝老师的 今天也来到我们边场 在手机上 您给您按这个名字 是什么 老婆 亲爱的宝贝 哎呀 哎呀 很朴实 是很朴实 很朴实 现在年轻人都不敢这么用 很朴实 对 很朴实 可能大家不要认为 我们军工人是一个 不是人间烟火的 其实我们特别色烟 人间烟火 你看出来了 而且呢 我觉得呢 第一呢 其实思想上 其实不要有矛盾 很多人认为 哎呀 你看我工作这么忙 家里怎么办 家里这么有事呢 我工作怎么办 就老觉得这是一个 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先把它想通 它是不矛盾的 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你是切不开的 我觉得我呢 客观来说 先把这方面 先摆平衡 但摆平衡 不代表平均分配时间 我也没办法 是吧 我经常跟老婆说 我说我没办法 包括生孩子 也不在边上 对吧 生孩子的时候 我在干雷达 就是我那个宝贝 所以我呢 当时他生孩子的时候 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产品 生了个女儿 那个产品就像儿子一样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说你看看 我有的时候 也跟他要说说的 我说你说 你看到广德那 安葬的这个历史 因为每年去了吗 我们这样活着的同志们 只有更好的 把工作干好 那么当然 小技巧也得有 对吗 老婆该哄哄的时候 也得哄好 对不对 你这已经不是小技巧 您这是大智慧 陆总在工作之余呢 也非常的热爱锻炼 就之前呢 就听老员工们说起呢 在空经两间 外场试飞的时候 他就会每天 主持大家去晨跑 到现在呢 他也会经常 给我们的那个 微信运动点赞 然后让我们每天 多走路 也会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呢 主持大家早晨 周末早晨去爬山 因为这种711的 工作状态嘛 很多同志 有些时候就觉得很累 然后团队中的小伙伴们 就觉得 周末早晨 我们 就是啊 多睡一会儿 对我们得多睡一会儿 在北方 在北方 把人叫起来去爬山 就在工作中这么亢奋 然后在锻炼的时候 还能这么精力充沛 你这个表扬当中 暗含着不满 我就说说吧 这个又要稍微说得远一点 其实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啊 身体很不好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啊 这个营养不好 成绩还可以 得月没问题啊 提 三好生嘛 要凭三好生嘛 对 得具体 全面发展 所以到时候呢 有好几次找体育老师 必须要两好 我差不多就达不到两好 这个毕业的时候 双杠撑不起来 单杠拉不起一个 就是那么一个豆芽条 那时候 所以个也不高嘛 那个 然后呢 这个进了大学了 刚刚上了一个月的课 生病 啥都尝了 伤寒啊 什么什么 都尝不尝呢 休学 两个礼拜之后 没办法高超就回去 回到家就好了 水土不服 身体太差 所以痛定吃痛 发愤锻炼 然后再加上了南宫呢 现在叫东南大学 南宫有一个制度 早上六点半 我不知道这样的同学有没有啊 早上六点半 体育老师 吁吁吹哨子 必须下去锻炼 挺严格嘛 所以您就把这个抱负到他们身上 没有没有 就养成习惯的 但是养成习惯之后呢 吁吊子爬山 我觉得我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确实后来身体好了 读书也好了 当中再说说科大嘛 我那科大的同学们 基本上 有的是睡到十点钟才起来 他们就叫我早上当当钟 七点半有课的 早上七点钟 我把他们叫起来 那么这是保持体能 必须要的 实际上咱们到这世界上 我经常说的 一百多斤是最值钱的 这一百多斤没了 对吧 还有一句话呢 再说的白一点呢 反正不花时间锻炼身体 你肯定就花时间 这个生病 你算算合适不合适 其实我就是这个情况下 干的这个事情 尤其是做脑力工作的 做脑力工作的 都是脑力工作的 这一点 我也是深有体会 不要窄 就老以为睡觉能补精力 后来发现越睡越累 后来才发现 因为脑力劳动者 他大脑的这个部分 思维的部分 用得多 但是控制身体 行动的这一部分 老在休息 所以你让他交替着 对 这样其实你休息的更 更充足 管运动的大脑 我们研究过的 因为我们在研究 神经网络 研究大脑 管运动的大脑 和管思维的大脑 是两回事 两边的 所以你 思维完了之后 那么紧张 到运动 把血液过去了 还有那运动的时候 你会让血全身 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机器 是非常好的一台机器 最好的机器 我们要把它爱护好 您这么一说完 小吕说 好 明天继续爬山 下一个 陆总您好 小萨哥好 我爸爸也是一名工程师 他也是您说的那 四千两百万人中的一员 所以说您这个职业 所付出的那种辛苦 但是又默默无闻 我真的体会得很真切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为这四千二百万人 点个赞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我没有此成副业 我没有学习 与这个理工有关的专业 但是作为一个 就是大学里面的 高年级的学生 我同样面临着 跟不管什么专业的人 都一样 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就会有一种 深深的挫败感 因为我们不管是去面试 容易被拒绝 好不容易你有一个实习 你干一段时间 能不能正式的入职 在这个关口 你又有可能被拒绝 有的时候吧 虽然你这个职场失忆 你情场也失忆 你好不容易看上一个 然后表白又被拒绝 但是我刚刚听您的 那个讲述里面 您有说 就是说包括您在做 这个预警机的时候 从一开始 我们想买国外的一些 但是国外不卖 然后后来我们说合作吧 结果又撕毁合同 所以我刚刚听了您 这个我就在想 如果当时国外直接卖给我们了 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您有想过吗 可能大多数同志 都是这么认为的 合作买回来就行了 但是我们小摩院士 所以我一直跟着 这么一个大师 大家 我自己也提高了 我的认识 是吧 一定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们合作是为了 去学习掌握知识 把中国的预警机 做得更好 满足我们解放军的要求 所以他那时候 就是要求 一方合作 一方将你自己干 很多人觉得傻 你那么干嘛呀 外面也在买了 我们当当念书不就完了吗 你干嘛要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 王院士说不行 我们必须自己掌握 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能力 这个提上来 那当然 撕毁的合同 更证明了这个老先生的伟大 他当时并不知道 会撕毁合同啊 对不对 但是一撕毁合同 老先生就请我们做了 我们跟着做了 我们有能力了 继承了多少时间 而不是说人家 撕毁合同 我们再来从零开始 第二件事你说的很好 人家讲的没撕毁合同 美国人又弄过来 那行不行啊 王院士做的第二件事 是啥事啊 我刚才没讲 我们已经在家里 正在开发我们自己的东西 院士已经说了 他那个飞机一落地 第二个月 我就把我的东西装上去 变成中国的 我们不拒绝世界上先进的东西 所以呢 你再结合到你的人生经历 不要怕有点小撮子 刚刚开始嘛 对不对 你想想这个要比比 现在最近一阵子长征 长征 纪念长征 对 我觉得长征是中国人民 最宝贵的财富 近代史丽 这毛主席长征完了说呢 这个长征是人类的 史上从来没遇过的 通过长征的人 还怕什么 对吧 你这点小挫折 今后一旦你成功了 你回过头来看看 你这点都不叫挫折 所以我觉得就像 您刚才说的那样 就是因为他们不给我们 所以我们越要争口气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您是不是也觉得 有时候被拒绝是一件好事呢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畅导者 中国禁酒提供的 跟着禁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是不是也觉得 有时候被拒绝是一件好事呢 是 失败是成功之母 挫折才能让人更加发愤 应该是 好 我会把您的这句话 带给我所有和我一样 现在正处于 被拒绝中的同学们的 谢谢您 陆总 您好 赵老师 您好 我是一名航空行业的 这个从业者 我本身对预警机 也是非常了解的 您是坐哪一块呢 坐飞机运输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航空行业 还是比较关注的 特别是今年 中国的航空行业 有三个主要进步 第一个进步就是 我们的运二十服役 第二个进步就是 帮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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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就是C919下线 然后我代表航空工业 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预警机 会不会在未来考虑这三种平台 是这样 我们是一个大国 肯定光靠现有的这几行 是不够的 尤其是咱们运八 能力还是有限 当我们有更好的飞机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把它做成 更好的空中帅服 大家可以师母以待 往后的话很有可能 大的运输机 可能会成为咱们的选择 这是一种能力的象征 能力的象征 也只有大国才做得出来 路总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 在下下一代 会不会考虑无人预警机呢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畅导者 中国禁酒提供的 跟着禁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这是这样 随着技术发展 网络的事情出来了 无人化的事情出来了 人工智能出来了 我们实际上做的叫预警机 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信息系统 大的信息系统 可不是光是一架预警机 一架预警机是没有作战能力的 它必须是跟大家组成网络 那么组成体系里面 各种作战要素都会在这里面 我们国家的无人机 智能化的装备 各方面都会我相信 跟预警机结成在一起 会形成一个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谢谢您 陆 我们最后这位青年代表 问的问题都挺敏感 陆总刚才说了 他们这一代人 起早贪黑 为的是能追赶 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的差距 但是这也许不是一代人 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事情 尽管今天我们生在和平年代 享受着祖国的强大 和生活的幸福 但是这不是我们享受的理由 我们还在路上 我们还在继续努力当中 逆水行舟 用力称 一高松进 退千许 希望用这句话 我们共勉 再次掌声 感谢陆军先生 带来的精彩开展 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